大家好,我是阿慧,让家更温馨 丝瓜不要再炒着吃了 今天阿慧来分享不同的做法 出锅香甜可口,原汁原味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来准备一捆粉丝和两个丝瓜 可以选择这种轮瓜,也可以选择这种丝瓜 接着给丝瓜削去外皮 处理好的丝瓜,给它切去头尾 这只轮瓜也是,将它削去外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丝瓜的品种 在炎热的夏天,丝瓜是我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多吃丝瓜还能清热去暑 粉丝也给它放入碗中 加入温水,将其泡软 喜欢吃粉丝的朋友,还可以多加一点粉丝 接着我们来给丝瓜改刀 这么长的丝瓜,我给它切成了三段 像这样丝瓜切出来,底部都是翻翻的 一会儿好摆盘 切好的丝瓜,给它装入盆中 细的丝瓜我们直接给它一开四 切好后一起装入盆中 接着来撒入适量的食用盐,大约一大勺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丝瓜 给它浸泡十分钟 这步非常重要,这样做能让丝瓜翠绿不变色 给它搅拌均匀,使盐充分化开 然后放在一盘浸泡备用 紧接着我们来准备一把去皮的蒜子 用刀背将其拍扁 你也可以用打蒜器 然后将其剁成蒜泥 切成像视频中这样的细小颗粒状就可以了 接着将切好的蒜蓉,给它装盘备用 接着再来准备两个小米辣,切圈 切好后,给它装盘备用 接着我们来准备一把葱 先把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后和蒜蓉装在一起 接着再把葱叶切碎 自己家里有种九层塔的 也可以加一点九层塔 跟葱花切在一起 来增加它的香气 切好后,装在小碗中备用 接着我们来多加点热油 油热后加入葱花和一半的蒜蓉 用中火炒香 炒香后加入蚝油一勺 小半勺的黄豆酱 一勺生抽 白砂糖 两勺 就这样简单的调个味就可以了 炒香之后再加入另一半的蒜蓉 把小米辣也加进来 炒鱼之后关火 把蒜蓉酱装碗备用 紧接着再来烧一锅热水 再放入一串剂 接着我们在盘底 铺入泡好的粉丝 最好是用剪刀给它剪断一下 它方便一会儿食用 这时候我们的丝瓜也泡好了 接着给它控水捞出 接着将切好的丝瓜 一条一条的摆入盘中 再给它整理一下 接着再来把炒好的蒜蓉酱淋在上面 不用加一滴水 因为一会儿煮出来的丝瓜 它就会出水 这时候水也煮开了 我们加丝瓜给它放入锅中 扣盖焖煮10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哇出了好多的汤汁 这个汤汁真的是一点都不要浪费了 接着我们把它取出来 接着再来撒上葱花点缀一下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就这样一道美味的蒜蓉粉丝蒸丝瓜 就制作完成了 太香了 这样蒸出来的丝瓜 鲜嫩多汁又入味 比大鱼大肉还香 非常的下饭好吃 粉丝吸薄了丝瓜的汤汁 非常的香甜嫩滑 吃起来特别的爽口 加上这美味的蒜蓉酱 保准能多吃两碗米饭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视频的最后祝大家三餐四季 烟火暖四季皆安然